我記得你和我說過社會企業這件事 政府說說社會企業 其實沒有解釋過甚麼是社會企業 但你提醒我CSR這個概念 到底CSR是甚麼呢 首先就是CSR 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企業 是兩回事來的 CSR就是普通商業運作的機構 它都會有社會責任在 不只是賺錢 就這麼簡單 還有一些責任 就是它要做多一些事情 去顧及有沒有你做的事 或者你的手法 你的產品 有沒有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 就不要那麼吸引軌 社會企業就是另外一種運作的方法 但是其實又有更深入的 你所有的產品服務 或者你的結構 是要有社會的利益在 但是你是用商業手法去運作的 所以我想如果今晚我們 先說CSR這樣的話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公司 就算你是出一件衣服的話 都是說你是環保這樣去做 你內部是不是一個環保的方法去生產 你原材料或者你的供應商 他們自己有沒有社會責任 於是乎你不是助紂為虐 所以就越來越大的 說CSR不再是你對自己的員工好不好 不再是你是不是交足稅 就是給予人工 給予NPF 我最近出席一個服務長 有一間公司中電 他一上台就說企業性的責任 他就直接引述經濟學人的特輯 說他們EIU這個報告 就是經濟學人的分析 就說他們公司多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其實他一模一樣 跟這幾羊毛三公司表示 他外乎羊一樣 就是想他的顧客支持他多些 是不是這樣 對我來說他幾好 幾好 幾好 很聰明的 其實是幫自己 有些分析說 Enlighten Self-interest 就是enlighten capitalism 對 那香港人說得我們香港人是Ready沒有 我覺得說推行那方面 是沒有什麼可求 讓他們說做不到 但是他們要做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還有做的時候有多難 我想特別是 我自己覺得 應該大頭做就是公營 是嗎 譬如醫管局 機管局 港鐵 這些是公營 港鐵雖然上市 但仍然是政府大股東 二十多%上市 其實它提供的是一個公共的服務 他們做成什麼呢 阿韜好像研究過 講到怎樣做 基本上他們也有注意到社會企業的責任 但是他們所做的報告書 是所謂的G2的項目 這是一個國際標準 還達到G3的項目 有什麼不同呢 最主要就是武經外部的審查 是他自己做的一個報告 他就沒有其他國際機構審查 他們做的報告 好 而Focus的部分呢 都是在員工福利 還有是顧客的安全 就是乘客的安全那部分 至於說climate 或者環保那方面 都是略略的大國的營利 大部分其實是超過一半 都是來自他的地產發展的公務 是地鐵完善的地產公務 相反他在地鐵的營運那裏 是只剪輪的平時 他主要的營利是地鐵以外的 他收了一些租 不是補貼的那些票價 但是現在很有趣 他又上了市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說一間公共公司 好像港鐵一樣 他又上市 他怎樣衡量公眾理 你覺得怎樣 我想他其實都有方法 去quantify這些社會價值是多少 當然就是你有透明度去計算出來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已經開始倡議 就是說你計算你的成本效益 不只是用字面上 我的成本有多少 我又可以賺這麼多錢 不簡單 你的成本 包括你創造了多少 對社會有害的價值 你也計算它的 然後你的效益 其實你又製造了多少社會的價值出來 然後大家去談 你覺得這個操音 其實是令你多了多少成本的話 你就透明度去說出來 但我想香港始終我仍然覺得 很多是很普通的經濟的價值 創造了多少 經濟的成本有多少 又創造了出來 其實是不夠的 已經趨向是講價值觀的了 已經多了社會價值觀 道德價值觀在裏面 政府的經濟的計法 是需要追得回社會的進度 其實國內現在都開始開始 雖然那個Green GDP 其實也是好像Ada所說 是會計算這個Social 和Environmental Cost 其實香港政府應該也要 要它的功能機構 來採用這個國際的G3 這個觀念 這樣是可以計得清楚的 今晚很感謝各位 現在已經9點多了 我們只是有三文字 我們有機會再談這些社會問題 多謝 謝謝 謝謝